来查考圣经 下午继续来谈教导教会兴衰的就位的模式 我们早上谈到教会兴旺的记录 这是从约沙法王他的国度怎么样日渐强大 得到神的祝福 看我们教会要发展的一个模式 因为显明的国度就是神的属灵的教会的国度的预表 就是就位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要我们来应用在信业教会的时代 教会的发展的预表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来谈谈这个选民的国度 约沙法的这个国度怎么样衰微的 来学一些警惕的事情 警惕 就是我们要 因为如果我们读历代之下第十八章 那就发现其实这个事情记载的很自然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因为从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这四章圣经都在讲约沙法的故事 那一开始讲他的国度兴旺起来了 第十七章 但是等到了第十八章 到第十九章就看到 他那个作为就开始被限制责备了 那接下去呢 他的儿子就继续跟他作王 王位就继续传下去了 那从他的约沙法的儿子开始呢 他这个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 那这个国度就开始不平安了 那就开始很多 他约沙法当时候 所没有想到的祸果就一个一个出来 因为当第十八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 他的国度的衰微就从这里开始 八章第一节 这里说 耶沙法大有尊荣制裁 这是神的祝福 就是他国度兴旺的结果 但是现在这个耶沙法王他竟然跟亚哈结亲 这个时候很意外的 那就是因为亚哈在当时候 就是已经开始在提唱这个拜巴黎偶像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早上已经从列王纪上读到了 亚哈他不但继续行这个耶路波安 带领百姓去偏离神的律法的这条路线 就是说他拜神的路线跟律法所记载的不一样 就是离开神的法则 就是不是按律法来见拜的 亚哈他甚至去拜巴黎了 然后又祖庙又建庙又祖坛 又是到全国各地去提倡这个拜巴黎跟亚瑟拉 那这个时候本来耶沙法一开始当王的时候 他本身是很防备这个以色列人的影响 他是很防备 他是不会去跟随这个以色列人的作为的 我们看第十七章的第四节 你看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本身就是 他说当时候是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 就是说以色列人所做的 至少这个偏离神的律法这件事情 他绝对不会去做 第十七章第一节也想 他是你看做了很多的作为 就是要防备以色列人 那这个表示说 他本身就了解 这个北国的这些信仰 不管是信仰 不管是生活 他这个都跟神差很远 他不要被影响 他也尽量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的 但是第十八章第一节 当他在这个平安 在神的住屋底下 他竟然主动的去跟雅哈王结亲 那表示他这当中一定有个误差了 就是说他一定有什么错误了 那他的误差就是发生在 他为他的儿子约然 娶了雅哈家的女儿 我们请看第21章 21章 Let's take a look at chapter 21 21章看第五节 chapter 21 verse 5 His son Jehoram was 32 years old and when he became king and he reigned 8 years in Jerusalem 第六节 verse 6 And he walked in the way of the kings of Israel just as the house of Ahab had done for he had the daughter of Ahab as a wife and he did evil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这里约然是约沙法的儿子 So Jehoram is Jehoshaphat's son 那这里他说他娶亚哈的女儿 and he took as his wife the daughter of Ahab 然后他接下去就开始行 以色列诸王的道 那这个以色列诸王的道就是偏离神的道嘛 不是神的正道 是离开神的道 so they're no long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they have completely gone the opposite direction 跟亚哈家一样 just like the family of Ahab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everything that they do was evil in the eyes of God 哦那你就看到 这个 约沙法呢 他把他的儿子 他为他的儿子娶了 亚哈的女儿 那这个是变成一种联盟 那这个就是 这个跟原来 耶撒法他一直要做 他所坚持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他的这个做法 去跟 亚哈家节庆这个做法 so unfortunately he committed this this very this mistake that led to later on led to his downfall 这本来 要把自己分别出来 这个是 约沙法一直坚持的 even though Jehoshaphat in the beginning held on to the to the belief and faith that he would be never never be let astray 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他 他最 他最坚持的 he took pride in the righteousness that he the bar that he set for himself as a righteous man 但是他现在竟然在 婚姻这个事情上 他提了一个大交 he had fallen 他 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写说 他到底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行动 the bible does not record why he committed this act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 因为过去 这个政治婚姻 就是造成两国之间联盟的一个因素 we can read through we can defer from all this that having two powerful families combined together 就像法老当时候就把女儿嫁给所罗门 just like in the before this the pharaoh of egypt allied himself through marriage with the family of king solomon 所以你看 后来所罗门就娶了很多这个 列邦的这些公主 都是为了政治目的的 then after that solomon was was completely influenced in the wrong way and he had for himself over a thousand concubines 那这个就是 这个时候 约瑟法王当时候 也会有这种想法 借着这个婚姻呢 让两国变成一家人 本来就是一家人 现在更亲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雅哈这个家庭 他这个国度 现在跟神的道理 已经差那么远了 他在遵行神的道理 这件事情上 他立场非常坚定 但是现在面对 婚姻的 儿女的婚姻的事情上 他却 在这个原则上 把持不了 这就是种下了 他以后 他的国度的这个 过根 因为 这一个结亲 结下去 以后他 子孙三代 差点死光光 如果没有神 特别的怜悯 他真的 这个国位就断了 但是感谢神 神保守他们 所以 最后留下一个儿子 一个小孙子 继续往位 那是在 二十三章 二十二三章 我们看到的 那所以 现在这个雅 跟 约瑟好 跟雅哈 结信 这个让我们来思想 现在这个婚姻 对我们信仰的影响 圣经在一个人都前述 第十章 这样子 有一句话 第十章的第十二节 十二节 那这里特别提到说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要小心 那第十一节 就 第十二节 以前 他就讲了很多 以色列百姓的历史 那当然是 主要是在旷野流荡的那段时间 但是第十一节特别说 他们遭遇这些事情 就是历史的这些记录呢 都是要作为见解的 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通常你会看到 我们如果在某一项 某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是自己很稳 在那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提醒 如果我们看历代字 看约撒法的故事 看到第十七章 我们绝对想想不到说 约撒法会主动的去为他儿子 娶亚他的女儿 他自己意志这么坚定 他怎么会这样做呢 但是事实上竟然就是 约撒法主动的为他儿子娶弃的 那所以这个婚姻一结下去 这就是灾难的开始 灾难 接下去第十八章就记载 那个约撒法王自己差点没命 差点被他这个亲家害死 因为他这个亚哈王是很诡诈的 那表示说这个婚姻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我们今天为人父母的 我们对儿女的婚姻 一定要下功夫祷告 因为我们做父母亲 当然没办法为儿女决定什么事 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难 很难说父母亲 能够为儿女的婚姻 做什么主张 一定要怎样 会怎样不可 很难了 以前很少听到说 那个儿女都没意见 父母亲说什么 跟谁好就好 这样子 很少这样子 但是至少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可以做的是 一定要在这个婚姻的原则上 把持得住 婚姻的原则是principle 婚姻的principle是什么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在哪里 我们一定要坚持 各人都后书第六章的第十四节说 各人都后书 十四节 你看这个地方 其实这真的在说明 这个约撒法王跟亚哈王 这两个好像在不同的国度里面 但是他们两个现在是变成倾家的 就是用这亚哈跟那个 约撒法那个国度里面 刚好很相 很配合了 真的是一个是光明的国度 一个是黑暗的国度 因为亚哈那个时代 真的是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候 那也是神兴起 以利亚先知 非常有能力的 要去带领百姓回转的那个阶段 那现在 对 玉撒法王竟然 把他自己的脖子 跟这个 亚哈王的脖子 绑在一起 所以这里说 这个信跟不信的 不要同父一二 不要相配 这个婚姻有时候 真的会改变一个人 我们今天结婚的对象 如果是一个真的敬畏神的 那会让我们的信心提升 但原来一个很热心的信徒 可能因为婚姻的缘故 因为嫁娶没有信的 或是信仰偏差的 可能真的信仰就跟着走下坡了 所以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有儿女 现在在 适婚年龄 或者是 我们有儿女 不管她现在在什么阶段 我们都要真的 为他们的婚姻祷告 我们弟兄姐妹 一定要为我们 青年的婚姻祷告 让主内的青年 都能够在主里面 找到适合的配偶 那有同样的信仰 在这个人生的礼族上 才真的能够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能够互相的提醒 提醒 所以我们以为 站得稳的 一定要小心 其实这个就是 人性的软弱 你看越撒法在 在兴旺的时候 在很好的时候 很顺境的时候 你看他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 竟然这样子 得了一大交 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 那就好像 你看一样的道理 你看那个彼得 他不是自己认为 他自己很有信心吗 彼得 彼得他认为 我跟主耶稣这么 这么要好 这么亲 我怎么可能会离开 耶稣 怎么可能会 否认主呢 但是事实 才讲话 讲没多久 就否认耶稣三次 所以我们真的要 常常看圣经 来反省我们自己 每一个决定 都有时候会很关键的 有些事情 做错事还可以再修补 但是婚姻的事情 终生大事 一做了错误的决定 很难再回头了 人生可能 走向不同的方向 我们互相提醒 我们孩子 现在还小 我们向方做传续的 童年 我们的孩子都还小 但是 等到海里面 还显过来的时候 你孩子已经到了 可以结婚的年龄 在还小的时候 就要为他们的婚姻祷告 要准备这样一个 在主里成婚 结婚的一个 性质 所以我们不会犯约杀法 同样的错误 好 接下来看 十八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好 你看 这过了几年 就是一段时间过去的 因为约杀法 他跟雅哈结亲 日子也过得很平安 他现在到撒玛利亚 去看他的亲家 雅哈王 这个本来亲家 互相来往 很自然 那好了 现在雅哈 他说为他 跟他跟从的人 宰了很多的牛羊 准备大餐来请他们吃饭 很热情的 就是雅哈他是很大方的 很热情的 然后呢 他就说 吃喝完之后 就劝他跟自己 一起去供取 激烈的拉莫 我们中文用这个劝他 就是说 雅哈劝耶撒王 跟他一起打仗 去打拉莫 这个地点 但是其实这个 在西伯拉文里面 这个劝这个意思 跟那个引诱 同一个字 引诱 引诱就是 引诱就是用一个事情 像一个耳一样 他先给他一些什么好处 饭都先吃了 先招待他吃一顿大餐 他请他吃饭 是有目的的 所以吃喝完之后 接下去就要谈事情了 现在要谈的事情 是谈什么事 他要去打仗 那要打谁呢 他现在说要去 要去 攻取激烈的拉莫 那这个激烈的拉莫是什么 那是 在耶稣网记二十章里面 当初摩西 耶稣网那个时候 设立的六个逃城之一 逃城 激烈 那这个就是在伊丹河东的三个逃城之一 就是激烈的拉莫 那比如说因为在伊丹河东 这个本来就是属 以色列国的 那我们现在看 猎王记上 二十二章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上 二十二章 第三节 你看这里他把这件事情 这个对话讲的比较详细的拉 所以这里 它给我们这些讨论 辞负当中是有很多 臣仆在场的拉 不是只是 亚哈跟 耶稣网王两个人单独拉 现在这个王 你看他先跟他的臣仆这样说 你们不知道基督拉莫是死我们的 因为现在基督拉莫被亚兰人占去了 那他说我们岂可静坐不动呢 怎么还不会想要从亚兰王手上把他躲回来呢 那这下去就问耶稣网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你说这个时候耶稣网王他能够说不吗 饭都给人家吃了 他跟人家都这样热情招待了 现在要去打仗 需要兄弟自己帮忙 难道你没说不我不要 你自己去送死我不要去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约赛法 他是个好人 他那个心肠很软啊 所以他就说啊当然啊不分彼此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啊亲家嘛 我的名就是你的名啊 我的马就是你的马啊 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你要做什么我当然全力支持到底 意思是说我跟你一起去争战 你看如果是我们被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怎样回答 我想十个有九个一定说好啊一起去啊 没有那个面子说啊不好不要啊 你自己去我害怕我不敢 其实亚哈他很了解约赛法 约赛法本身是个好人 因为他敬畏神 约赛法 因为今天一个敬畏神人通常都是心肠软的人 就是说我们如果敬畏神我们就会很在意神的律法 我们会我们会听神的话像神一样 神是慈爱怜悯的神啊 所以通常我们都看到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要去帮忙的啦 如果我们是那种心里很硬的很残忍的人 这个跟拜神的人那个表现不一样不会这样子 真的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只要都是会听神的话的 我们都是那种有怜悯心的人 我们不会很能血的时候看到人家在受苦的时候 不会动没有那个怜悯心而还踢他一脚不会 所以这个约赛法的心哦那个亚哈很清楚 我现在请他吃晚饭之后就跟他问这句话 真的现在约赛法就真的答应了好啊一起去啊 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所交往的对象 我们的朋友 就是跟我们一起交往跟我们一起生活 在我们周遭一起生活的或者是我们在相处的人是哪些人 我们如果跟一些有心机人在互动的时候 就是他心里面是很 纯有诡诈的 诡诈就是 看你就是 就是说不是很诚恳的很诚实的 他如果是想要从你身上得这么好处的时候 他如果知道我们的信仰 知道我们在信仰里面所追求的 信仰的教导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人家利用 我们的我们一个人 慈悲怜悯的这个心肠有时候被误导 人家就有利用你 然后之后人家画了一个信仰让你跳 你跳下去来跟他说谢谢 因为我们有时候傻傻的被骗的都不知道 所以圣经说要小心我们交往的朋友 因为滥交就是我们随便没有去选择我们的朋友 我们真的会信仰会败坏的 所以滥交朋友就是败坏善行 那是在哥兰多前书 那是在哥兰多前书 哥兰多前书第15章 第2 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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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这里就是很好的写照 这个约沙法 他真的是接了一个很有心机的倾家 那这个雅哈 现在要他一起去打仗 他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才想到 忘记做一件事 这是跟约沙法一般的形式风格不一样的 因为约沙法在第十七章已经说 他是寻求神的 历代之下 那他也教导百姓要知道神的律法 寻求神的意思就是说 他做什么决定以前 先会知道说 这个神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 神的旨意 神的教导律法 命令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通常要答应以前 应该先问神 我先求问神看看好不好 因为要去打仗是要动用军队啊 这是大事情 不是只是说 换他去请他试问这个小事 不是大事 应该是要先求问神才对 好了 他先已经答应在先啊 所以十八章的第四节 他说 那应该请你先说问一下神 那其实 那个亚哈本来就已经决定 要去打了嘛 是如果不要问他也就是要出兵呢 因为约绍娃想到说这样不妥 还是问一下神的意思如何 耶稣娃这样讲啊 亲家这样说了 他知道 那叫先知来问问看吧 叫了四百个先知来 那他说我们去攻打基督 可不可以啊 这四百个先知都说好 去得胜 因为神把他们交给你们 手里了你们一定得胜的 第六节这个时候 耶稣娃就说 他觉得不太对劲 这里不是还有神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求问他 这是单数的 他只有一个而已 那表示 当时候 亚哈王养了一堆先知 是他的 亚哈王的先知 所以亚哈叫这些人来 这个人都知道王要做什么 都没有 顺他的意 好去打 显然 耶稣娃把他看得出来 这些人不是神的先知 他也知道 也听说有一个人 这个真的是寻求神的 只是他不知道说他知道什么名字 所以就跟亚哈说了 应该还有一个啊 好了 以色列王就只好跟耶稣娃说 又还有一个叫做 叫做米盖亚 他说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讲的话都是 吉语不是凶 不说吉语都说凶言 也就是说这个王 这个先知所讲的话 通常都是 违背那个王的心意的 进讲他不喜欢听的话 那因为这个先知是神的先知啊 那这个亚哈王都是在走 违背神的路线的人啊 那当然这个神的先知 都讲的话都是在责备他的 一言都是要让他回转 要听神的话 也看出亚哈王他心里所要做的事情 通常都跟神的律法相反方向 所以当时候你看这个亚哈 就已经跟耶稣娃讲说 这个米盖亚我不喜欢啊 耶稣娃就说不要这样讲啊 就是说我们求问神本来就是要听神的话 那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在这个求问神的事情上 其实他们这个做求问的事须已经颠倒了 真的从第十八章后面的继续的基督看出来 真的本来的意思就是不要去打 神的意思就是要约瑟宝不要去 你去打就是一定是败 那可是当时候 耶稣娃宝他已经先答应再先 现在再来求问神 事情已经其实没办法回转了 那这个亚哈王本身他也知道说 去攻打这件事情 要去取激烈拉玛好像对的事 其实这不是神的旨意 那他的先知 他的这个四百个先知所讲的话 其实他也知道说 这是讲给让他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而已 他已经立定心里要这样做了 然后最后出去打仗 你看这个王跟耶稣娃说 看十八章二十九节 你看这个王 亚哈王的那个心很清楚了 真的是 故意要让耶稣娃去顶他的位置 然后被杀了 但是不管他怎么样 有技巧去闪躲 但是最后他还是死的 那亚哈死了之后 百姓就回家了 如果不是神保守 耶稣娃也没命 十九节 十九章第一节 现在耶稣娃平安地回到耶路撒冷了 这个时候 这个先知就来找他了 请读十九章第二节 你看到这里 这是耶稣娃当时所犯的错误 先知说你起当帮助恶人呢 表示亚哈在神眼中真的是恶人 在神的眼中 不是 在神眼中 亚哈是恶人啊 那 他说 那你 你怎么去帮助恶人 爱那个 混恶神的人呢 那表示 你看那个 那个亚哈呢 在神眼中 他是 他是 真的是 恨恶神的 因为他不造神的律法 在神 所以在神眼中 他是恶人 而他恶了神 那 亚哈 恶了神 那那个 耶稣娃是一个好的人 先知说 你怎么会去爱这个恨神的人呢 所以 耶稣娃问 耶稣娃 比较诚实际上 你 是 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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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爱神的人 应该是要 爱那个神所爱 或爱 被神所爱的人才对 所以 如果你是爱神的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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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 怎么 做这种事啊 所以 现在神的怒 愤怒向你 临到你了 所以 这个神的愤怒 临到你 但是他说 考虑到你 还有善行 你本身是愿意 寻求神的 所以 这个后患 在你以后的 子孙才会出现 但是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种下了他的国度 衰微的 的这个原因 所以 我们看到 他这个国度 开始走向衰微 从 从 从婚姻上 没有遵行神的 吩咐开始 从 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没有求问神开始 从 他教到这个坏朋友 今天 我们的教会 要发展 我们要 继续不断的 强大 兴旺 然后让这个 国度可以扩张 强大 很爽啊 我们一定要 在我们青年 我们儿女的这些婚礼上 下公为他们祷告 让青年都在主屋里面 可以找到对象 让我们 小心选择 我们的朋友 不要 成为 这个 罪恶的帮凶 我们所讲的话 一定是要 施实真理 要 辅助真理的 不要去为魔鬼讲话 不要为 恶者 去做事 不要成为 魔鬼利用的工具 不要成为 那个诡诈的人 得力的 门路 诡诈的 他是看你的 不要被人利用了 让我们 什么事情 都先求问神在先 那这样子 神的国度 才能够继续的成长 我们家庭 才能够兴望 在危险的时候 其实神都会保护我们 一起来上诗 166首 166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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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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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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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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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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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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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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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